那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残缺的生物相信大家也都看了不少期了 本期还是残缺生物系列 我先不说本期这个生物的名字 大家先猜一猜是谁 1.残缺的蜜蜂 2.残缺的北极熊 3.残缺的奶牛 好了正式开始 故事是这样的 玩家加入了朋友老六的服务器 他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牛圈 并将眼前的这头奶牛命名为比利 很快老八和老六就来参观玩家搭建的牛圈 并和玩家讨论了这头叫做比利的奶牛今后的命运 是清真还是红烧或者 玩家一听不乐意了 既然命名了肯定就是宠物牛了 哪能随便伤害这么可爱的牛牛呢 老六觉得就算当宠物来养 那也不能只有一头牛啊 那得多孤单 所以老六决定在寻找至少一头牛给比利做伴 但老八想养一只宠物狗 所以老六临走前 老八叮嘱老六也帮自己驯服一只旺财回来 老六走后 玩家与老八开始继续完善他们的基地 基地内有很多房间都是空的 所以他们需要制作一些其他物品来装饰房屋 在玩家不知不觉中 游戏内就进入了夜晚 但老六还没回来 玩家很担心他 便在消息框询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老六说马上就回来了 玩家这才放心 刚下楼 几只骷髅小白就出现在了屋内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还好玩家身手不错 用卡门来消灭了这些小白 很快老六就回来了 老六说自己这一路上被五个僵尸追杀 还有三个骷髅在疯狂扫射自己 两人激烈的聊天过后 玩家发现老八怎么没过来 两人正准备询问老八在哪 突然一个回头老八已经出现在了屋内 吓了玩家二人一大跳 好了玩笑也开的差不多了 也该入睡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住所内连一张床都没有 主要是因为玩家三人所处的区域 附近很难找到动物 那都被玩家当作宠物的牛 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只是玩家三人还没有意识到 这么大的MC世界 为什么找不到其他动物 而恰好能找到一头奶牛 所以屏幕前的大家也都能知道 接下来那头叫做秉丽的牛 肯定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老六又继续出去耗羊毛去了 玩家和老八在基地内等候 大约五分钟后 老六在消息框告诉玩家二人 自己已经尽力了 但是连一根羊毛都没找到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他找到了一只狼 并驯服了他 老八听后很开心 因为他很想养一只宠物狗 老八趁着老六离开服务器的这段时间 偷偷把这只旺财 命名为自己喜欢的名字 当老六回来的时候 嘿嘿 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你追我逃 不过这样开心的时光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又一个夜晚到了 由于没有床 所以三人只能静静的等待着天亮 玩家闲着无聊 站在阳台上查看屋外的情况 不经意间 撇到了牛肩那儿有异常 狗狗旺财呢 好像就是没了 玩家又专门跑下来查看了一番 确实不见旺财的身影 他立刻在消息框询问老八和老六 但二人都说自己没有带旺财出去 三人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论 但依然不清楚为什么旺财会凭空消失 于是三人打算各自分头出去寻找旺财 玩家拿着火把来到了一片树林中 接着他便在这儿发现了令他恐慌的一幕 地上散落着骨头还有一些不辣的 怎么会这样 玩家已经吓得不知所措 他想让老八和老六过来看看 但老八和老六听到这么诡异的现象 都吓得不敢来 他们让玩家赶快离开那儿 玩家正想往回赶 可下一秒 前方出现了一个身影 放大视野后 那竟是旺财 直接开始朝着玩家奔来 玩家吓得赶快掉转身躯逃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旺财怎么突然受性大发了 待玩家跑到基地时 老八和老六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们都拿出了盾牌和武器 开始攻击旺财 玩家被吓得站在住所内 腿都软了 更加诡异的是 旺财的生命值感觉很多的样子 老八和老六攻击了好一会儿 才解决掉他 玩家玩了这么长时间的麦块 第一次遇到这么离谱的事 三人在屋内又一番激烈的讨论后 便打算去牛圈看看比利 结果比利也消失了 三人都在屋内 所以不可能是他们其中一个人放走了比利 那么比利又怎么会自己逃出栅栏呢 老六觉得有必要三个人好好坐下一起开个会了 可是突然画风突变 老六和老八将矛头指向了玩家 因为过去的一天里 老八和老六都下入矿洞挖矿去了 只有玩家一个人在基地附近 所以他们两个怀疑这一切的诡异现象 都是玩家干的 玩家这下可真是跳进黄河衣洗不清了 两位好朋友都不相信自己 只有屏幕前的大家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经过一番缜密的询问后 老六和老八选择相信玩家 三人随后便再次返回了基地内 可刚进来 二楼就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像是木头摩擦产生的声音 玩家三人小心翼翼地上到了二楼 结果映入眼帘的 是比利 可他的样子却被吃掉了一半 随着比利缓慢转过头来 玩家知道该大逃杀了 恋人游戏开始 这次才是真正的恋人游戏 充满着紧张与刺激 既然是游戏 那么总会有淘汰者 很不幸老六掉队 连看着自己的队友 被这头残缺的牛牛KO掉 接着老六就退出了服务器 玩家和老八紧张的眼泪 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 他们拼命地逃跑 最终跑到了这片橡树林中 残缺牛比利 似乎没有追过来 本以为安全的玩家 接着一个回头 朋友老八也嘎了 重生后的老八 赶快建造了下界传送门 让玩家赶快来下界 玩家紧张的什么也来不及考虑 他只想传送的快一些 下来后 老六已经在此等胡多时了 两人站在这里 忐忑地看着传送门的方向 残缺牛比利应该不会进来吧 但没一会儿 一声熟悉的嘀吼声 在二人身后传来 回头望去 残缺牛牛比利 已经站在了身后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 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嘛